兄弟们 挖个坑 点把火 我们把最牛背的 无尽装备扔进去 把耙子扔进去 把最硬的鸡盐扔进去 把能扔的都扔进去 等会儿你会发现 哎哟我去 火焰熄灭 刚才我们扔的那些东西 连一点灰也没有 我去 全烧没了 对吧 伙伴们 今天我们来寻找一下 火焰烧不坏的东西 你如果知道有什么东西 你先打在评论区吧 有人说 用水吧 因为在游戏中 只有水能灭火 伙伴们 周走周知在老伯美 我们那时候用的是水桶 对吧 而在新版本水桶消失了 但是 在新版本中 水桶它变成了水瓶 但是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你们看 对吧 它们倒出来的水量 也是一样的 伙伴们 我们在地上点把火 然后准备好水瓶 你们选择一下 可以灭火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我们扔进去 哎哟我去 我咋看起来水瓶好像消失了 等等等等等等 等火焰熄灭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的水瓶 伙伴们 实验结果就是水瓶 它是不可能灭火的 你们看 火把水瓶烧没了 对吧 伙伴们 周周周知 刚才我们实验的是 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么 我们拿游戏中的野人 试一下 咋样 I'm sorry 拿你做实验了 对不起 兄弟们 我已经向野人说过 对不起了 先点一把火 然后把生物袋扔进去 伙伴们 你们说 生物袋会不会变成烤袋 等结果吧 如果火焰可以烧坏野人 那么 火焰就可以烧坏 迷你世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 对吧 伙伴们 现在我们可没看 这个洞里面 你们先选择一下 A 可以烧坏 B 不可以烧坏 马上咱们就揭秘 答案了 大家看 火还没有灭 我发现野人的生物袋 扔进去 好像火着的时间更长了 我们看一下 哎呦我去 野人的生物袋也消失了 所以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吧 火焰可以烧坏 所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不例外呀